这年头气氛源是真的吃香 不仅深受综艺节目的喜爱 就连粉丝也入坑太深 周深就是气氛源代表之一 怼天怼地 黑起来自己都不放过 人间百灵鸟是大家给他的称呼 除了他空灵的睡音之外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他的嘴碎 一张口就是老喜剧人 周深采访太有梗了这个话题 已经成为热搜常驻了 一说到美深 大众脑海里联想到的都是 帕瓦罗蒂 刘欢那样的形象 与逼格二字深度捆绑 周深却是十足的一个艺术 因为周深本人跟逼格这两个字 根本毫无关联 不仅没有偶像包袱 还专制各种矫情话术 说他是德云社编外人员 都不为过吧 哈喽宝宝们 咱们又见面了 刮熟刮落刮满天 小编永远第一线 今天你吃瓜了没 桂圈最空灵的声音 却有最沙雕的灵魂 自从周深出现以后 一切有了画面感 他真的太有感了吧 在采访中出圈第一人 伤心时大家不妨看看他的视频 保证笑得你合不拢嘴 那句少管我 火遍全网 还有自黑身高时那句 你好好跟我说话 不要盯着我的头顶说话 还有甜甜蜜蜜小白粥 尝我一口喵喵喵 让大家看到周深的灵魂底线 模仿娃娃英女生那段 真的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要不是明面模仿 谁能想到这么发出如此焦音的 是个男生 有种网恋奔现的射死感了 这还是唱大于那个周深吗 经过小编的一番考古之后 周深就是这样一个无理头男星 微博本是社交平台 如今依然成为明星的福利发射地 大多艺人和粉丝的互动是少之又少 而周深的微博是真的当社交软件在用 分开他的微博评论 果然另有一番洞天 画风清奇 和粉丝互怼笑了不断 简直出口成梗 为了吸引爱豆的注意 粉丝们也是用尽了各种方法 在最新一篇周深的微博发文中 主题是庆祝他电视剧 奥死的新歌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精华都在评论区里 有网友把周深跑步姿势 和逃生的人物标识 放在一起对比 网友说 不能说毫无关系 只能说一模一样 乍一看好像两个人 在跑接力赛接接力棒的感觉 周深幽默回复 哈哈哈哈 所以为什么每次都会有一模一样的对比图 是我的问题 还是你们能力太强 深迷恶搞永远在路上 网友上一图评论 是你吗 北极兔周深回复 也是不用不合理的腿长吧 还有网友和周深分享食物 网友说 请问宝贝 您不吃土豆丝 那您吃不吃土豆丝做的饼呢 周深回复 有一说一吃 因为他算土豆饼 他们贵养好像不太用到这玩意儿 就是裹着淀粉 手捏成一个饼 他记忆中吃的是这样 保你个头 每当身体称呼周深为宝贝时 他都会回复保你个头 真的是相爱相杀的模式呀 还有网友说 宝贝 我火速赶来 周深回复 奇奇怪怪的你们 带着奇奇怪怪的图 说着奇奇怪怪的话 来看奇奇怪怪的我 保你个头 每条回复都不一样 真的是 什么人间梗王呀 之前就有周深的粉丝 在微博评论区表示 深深你回几个字 我今晚就做几道数学题 集图评论区就看到了这样的回复 只想说 自古深情留不住 还是周深套路深啊 数一数这字 可有足足140个 估计会是一个不眠之夜 为此 其他粉丝 还纷纷留言 保重二字 不知道当事人看了 会作何感想 除此之外 还有留言 看多少本书的 还有专挑那种 很厚的外国名著 对此深深子 怎么能让人失望呢 不仅长篇回复了他 还很中肯地进行了劝慰 你读书可不是为了我读书的 你是为了自己读书的 这种教导主任般的语气 让人感慨 周深不愧是劝学高手 但比较不幸的是 这篇回复字数着实多 如果按照一个字 一本书来算的话 大概是要看到老了 那么那位粉丝真的能看完 之后因为这件事 周深还上了一次热搜 名叫被周深回复140字 真劝学达人称号实锤啊 为此还有不少人好奇的 去翻周深的微博评论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这画风简直不要太搞笑 堪称大型怼蜜现场 就拿周深粉丝的名字来说吧 我们都知道周深的粉丝叫深蜜 但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过程就跟周深当初换头像一样 齐情波折 在周深还没有大火的时候 他的粉丝曾叫布丁 但这个名字亚伦的粉丝已经用了十年 为了避免重名 周深的粉丝们便想换一个名字 然后就有了深海鱼 这个名字听着其实还不错 但粉丝搜索了深海鱼后 发现深海鱼长得都很丑 想让自己颜值高一点 便决定再换一个 谁知这次直接换成了深井冰 这是吃了血阴梗吗 深井冰 神经病 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总之几经波折最终确定为了深蜜 因为深与深同音 再加上周深唱歌前 为了有力气都会先吃米饭 而且米也是白白的 所以就叫成了深米 专属周深的米 这么一想 感觉粉丝想的还是很周到的 虽然私下经常跟深蜜们互怼 但内心还是很温柔的 从来都是双向奔赴 而且为了让粉丝们感觉到自己的回应 他一直坚持回复 微博评论前50的粉丝 而且每一次回复都很走心 只不过闹性的是 微博评论没有时间排序 每次他都要翻好久的评论 看着像没有感情的翻排机器 但深迷们都知道 这对于工作繁忙的他来说 已经很用心了 那有评论区中最常见那句 你礼貌吗 其实就来源于周深 在歌手中的一句话 当时迪斯汉齐席 极客俊逸下台后第一时间 却奔向袁亚维 见人家第一面就直接要微信 这种直男搭讪的方式 把在场几位都惊呆了 其中周深更是气地说出了 又凶狠又温柔的话语 你礼貌吗 看看你被骑袭的歌手 之后这段话 还被节目组叫的特效 开播后便被网友们 沿用成了梗 通常用来表示 对某事的愤怒 只想说生生子 不愧是暴梗小达人啊 除此之外 在其他各类综艺中 他也都展现了梗王的气质 把萨贝宁给治得死死的 比如在 明星大侦探的演唱会上 他作为歌手 被萨贝宁和何俊 两大公司疯抢 本来萨贝宁还十分有底气 觉得周深戴蓝耳麦 拿蓝话筒 是在暗示要选自己 因为萨贝宁手里 拿的是蓝毛巾 可谁知最后周深 却选了何俊 为此小萨还十分的不解 质问周深 为什么要拿蓝话筒 周深回复 就是让你看到 但是得不到 这句话还是很有打击性的 有种就是故意的 就是玩的感觉 气得小萨 都要霸露了 直言录个节目至于吗 还让他看到得不到 此时此刻估计 只有一首凉凉 能表达萨贝宁的心声了 只能说 还是我身太皮了 之后在青春环游记里 周深和杨迪的 双胞胎组合 也是深入人心 两人不仅在 猜歌环节能力突出 在节目效果上 也把控的很好 总是能给观众 带来很多欢乐 比如在玩游戏时 杨迪猜到了李文的歌 便开始向周深炫耀 跳起了滴答滴 谁知我们深深子 重视十大歌手车祸现场 和杨迪玩起了梗 杨迪调侃的还真没错 作为一名歌手 周深这十大车后场面 可没少看啊 不过能在周深 抛梗时迅速接梗 杨迪还真是不简单 不禁让人感叹 他俩不愧是双胞胎组合 心有灵犀 一点通 周深怼且连贾琳都不放过 王牌的音乐专场 除了周深之外 还有萨鼎鼎和沙宝亮 以及潘长江 王牌家族身经百战 已经是老游桃了 即便唱错 也靠沈腾和贾琳超快的 反应能力给掰成对的 在唱委屈的环节中 双方互相拆台 几乎抛弃规则 拼起了演技 在贾琳唱完 我想有一个家 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之后 周深笑咪咪来一句 贾琳老师 你可能需要大一点的地方 贾琳可是演小品出身的 临场发挥最在行 马上反击到 和你住一起 就不需要太大的地方了 周深身材娇小 贾琳的反击郑重红星 周深毫无反击之力 周怼怼遇上对手了 周深在这个环节的表现 确实精彩有梗 他至于贾琳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 不算一身职业 贾琳沈腾在线瞎掰 说摘星是大手术 可辛苦了 周深又被KO 有一回周深来到 威亚的直播间 这一对男女之间 互相采红屁 吹捧的是不亦乐乎 在威亚的邀请下 周深深唱了几句青藏高原 结果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一支玻璃杯 被深深的歌声震碎 周深深的诧异而又迷惑的神情啊 怎一个沙雕了得 还有一次娱乐节目 主持人问 你在什么情况下不垫增高电 深深同学想都不想就说到 睡觉的情况下不垫增高电 那就是说其余情况下 都垫增高电嘛 周深回复 这句不用加哦 周深还经常抱怼粉丝 有一次粉丝在演唱会上 大喊周深娶我 周深却毫不留情地回怼道 那我终身不娶 这天聊的 把粉丝的心伤得稀碎稀碎的 有没有 有一回记者问深深 你的应援色是什么 周深 啊 我的应援色 记者 应援色 周深 哦 我的应援色是蓝色 于是记者拿出一支蓝色笔 周深 不是这种蓝 像我们这种做作的艺人 我的应援色应该是天蓝 天蓝色 果然天赋一饼 只想说周深这样的偶像 简直就是宝藏啊 不仅能在舞台上 给大家带来好听的音乐 节目上还很有综艺感 最主要的是还十分重吻 真的是爱了爱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样周深吸引到呢 欢迎大家来不断叨扰小编 为大家提供一线的娱乐瓜 小编在所不死 大家认可就是小编更新的动力哦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 咱们下期再见